上个周末做了个视频 记录了一下用自制的点痕机 修好了断了加热丝的炉头 我的朋友看到视频后留言说 他家同款炉头已经坏了好几年了 我感觉如果是同样的问题 我应该能帮他修好 然后就让他发了个视频 看看具体情况是什么呀 不过他看了视频之后 发现其实坏的地方不一样 我的事定是丝断了 他家的是炉盘中间的温控器也坏了 接着盘不通电 我以前没研究过炉头 具体是怎么控制温度的 但隐隐感觉应该可以通过改线路的方法 绕过温度控制电路 给电视司加上电 这样虽然控制不了温度 但至少可以让炉头工作 于是就开始在网上找资料看视频 在朋友的配合下 遥控指挥又是拍照又是用完表测量 折腾了一个晚上 居然把朋友的炉子修好了 而且一分钱没花 温控器还能正常工作 顺带着也把炉子控制温度的原理搞明白了 现在的炉子几乎都是电脑控制的 又是按键又是竖显 看着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高级的功能几乎都是和烤箱或者定时相关的 只要还是用那种大旋钮来控制炉头的开关 那它就是通过旋钮内部的机械结构 用一个通电会发热变形的双金属片 通过控制炉盘电热丝通电断电的时间长短 来间接控制炉头的温度 通电时间长 断电时间短 炉头温度就高 反过来温度就低 我开始以为是炉子的电脑通过炉盘中间那个温度探头来控制温度 经过研究发现这确实是个温度探头 但是它只是负责过热保护 在炉头长时间干烧温度过高时给电热丝断电 同时兼顾控制高温指示灯 实际上并不参与炉盘的温度控制 这个探头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它里面有一根受热能伸长的金属棒 活动的一头连着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面有两个开关 一个开关接电热丝 平时是接通的 干烧过热时探针会把这个开关断开 这样电热丝就断电 这个温度一般设定的很高 正常使用的时候几乎不会动作 这个小盒子里还有一个开关 平时是断开的 一旦探头中的金属棒伸长一点 这个开关就会接通 点亮一个高温警示灯 提醒人们炉头表面是高温 直到炉头几乎凉下来 这个开关才断开 那个小灯才会灭 不是所有的炉头都有过热保护探头 有些简单的炉头只有电热丝 但同样可以控制温度 这里的奥秘全在这个旋钮里面 这就是我的朋友的炉盘 虽然过热保护探头坏了 简单修理之后 还能有温度控制功能的原因 这个旋钮里面设计的非常巧妙而且复杂 它通过一些预先设计好的鞋面和凸起 通过各种组合 就能控制内外圈电热丝的通断 通过改双金属片的弯曲程度 改变通断电的时间 从而间接的控制炉头的温度 了解了温度控制的原理之后 再修炉子就简单了 我的朋友的炉盘是过热保护的温度探头坏了 探针一直伸出来 在高温保护的位置回不去 过热保护的开关一直是断开的 所以不管旋钮怎么转都不会通电 修起来很简单 只要把那个小盒子拆开 直接把过热保护开关的触点短路 再把高温指示灯的线拆掉不用 炉头就能正常工作了 而且能够控制温度 虽然这个炉头没有了过热保护和高温警示灯 但只要稍加注意 正常使用还是没问题的